朋友们大家好,更新一道酸菜鱼的做法 酸辣开胃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喜欢学会的朋友双期收藏,评论666 感谢朋友们支持 首先准备今天的食材 准备炒鱼一条 葱段,姜,花椒,干辣椒,酸菜,皮鲜豆瓣酱,蒜片 准备洗净待用 将酸菜洗净,切成片 再用清水浸泡30分钟左右 把这个盐水泡掉一些,太咸了,不能吃 将整条鱼,移破三片,鱼骨切断 把鱼片,片成一片一片的放入盆中 倒入一小勺食盐,一小勺白糖,两小勺生粉和适量的料酒抓盈 再滴几滴那个菜籽油,腌制20分钟左右 锅热后倒入菜籽油,爆香,葱,姜,蒜末 放入泡好的酸菜,煸炒 炒香变软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煮至酸菜软烂后,放入大碗中 锅里留底汤,加入皮鲜豆瓣酱一勺 大火煮开 稍后将鱼片一片一片的滑入锅中 加盖,大火煮开 后放少许的白糖 放少许的鸡精,搅匀 并倒入酸菜碗中 锅中再倒适量的油 放入葱,姜,蒜,花椒,干辣椒,爆香 爆香以后,咱们淋在那个鱼片上就可以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酸菜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每时每天更新